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715集 解空之力 萧炎咬牙开口 动用他所有能动用的解空之力 这股无形的力量立刻充斥萧炎的全身 轰的一声 萧炎猛地弹开了血色方印 然后整个身体再度冲向了血环 挣扎得倒是挺厉害 给我停止吧 血黄冷冷地开口 手指凌空一点 一道血红轰的射向萧炎 血红一下子轰击在了萧炎的腹部 巨大的力量直接让他倒射而去 身上的灵凯也在距离之下崩散成了碎片 真的没办法对抗豆仙吗 萧炎此刻脑海中出现了这个念头 在豆仙实力的面前 他显得太过无能为力 此刻他的腹部出现了一个血洞 萧炎受了肿创 看样子还是多大了呀 难道就要死在这里了 我的兄弟 我的妻子 现在只好向前辈求助了 也不知前辈会不会帮我 萧炎脑海一阵眩晕 现在他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和豆仙实力的血黄之间的差距 即便拥有借空之力也仍然无法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 萧炎此刻有些后悔 此行还是有些大意和一意孤行 倒是害了众人 就在此时 萧炎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陌生的声音 喂 小子 需要帮忙吗 这道陌生的声音 不仅是传到了萧炎的耳中 也是传到了血黄的耳中 谁 血黄似乎也是感受到了什么 目光猛地距向海域的另一边 只见另一边幽暗的海水里 暗流涌动 隐隐约约间 可以看见鳞片所发出的波光凛凛 鳞片竖起然后落下 海水发出咕咕的震动声 似乎都能感受到巨雾在一旁游走 萧炎只感觉背后的海水涌动 旋即缓缓地仰头一看 这一看之下 令得萧炎瞳孔猛缩 一个巨大的龙头出现在了萧炎头顶 光着龙头就有百丈之大 菱形的龙眼一转 看向萧炎 本就受伤的萧炎 此刻一激动 又是磕出了不少鲜血 通体灰暗 宛若嗜血钢铁 只有巨大的龙头 而后的龙身 不知何其庞大 蜿蜒在身后一片黑暗的海水之中 无法完全看清具体到底有多么庞大 萧炎敢确定 那道陌生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此 不用猜 来的自然是龙祖 萧炎用灵魂之力打探 再度惊讶无比 这条巨龙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恐怖地达到了斗仙 逍遥帝君所说的情况 如今全部被颠覆 当然 也并不是说逍遥帝君说的不准确 至少九星老祖说的是对的 至于如今出现的血黄和巨龙 二人均达到了斗仙的实力 这也许是在亘古的时间之中 后面才诞生的 所以逍遥帝君不知 也是情有可原 萧炎 我们来帮你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到了萧炎的耳中 旋即只见黑暗之中 无数巨大的身影涌动 其中有一道 带着一些紫意的龙身 萧炎见状 一眼便是认出 那是紫炎 百条巨龙呼啸而出 虽然这些巨龙都极为庞大 但相比萧炎头顶上的这个龙头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百条巨龙 直接朝着数万的八星血怪 撕咬而去 将围攻萧炎战队众人的血怪 全部冲散 众人也是缓过一口气 孝战粗壮的虎身上 也是伤痕累累 鲜血淋漓 立刻服用了丹药 止血恢复 龙族 我以为斗地大陆只有龙翼这只龙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多 他们好像是来帮我们的吧 孝战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看着加入战斗的数百条巨龙说道 应该没错 只不过这些龙族为何会来帮我们 风暴也是点了点头 脸上有些疑惑 嘴里还放着丹药 正在恢复 我想可能是因为销售吧 不管这么多了 把这些砸碎都先清理干净再说 南尔明说完之后 黑发再度变成了红发 龙鳞王控制着身体 直接大杀死方 随着龙族的加入 众人也就不再是孤立无援之举 不过就算这样 战局也不轻松 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正看着他们 以他们八星出气的实力 去对付这两大神将 恐怕难敌 忽然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身旁 手持黑龙长枪 便是朝着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 直接刺去 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脸色都是一变 众人自然也是不落后 虽然只有八星出气的实力 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身的实力 而硝烟这边 随着巨龙的出现 血黄并未再向硝烟出手 而是静静地看着巨龙 龙皇 你我族不是约定 互不侵犯吗 血黄缓缓地开口 平静的声音也难以掩饰他心中的怒火 是啊 但是你们侵犯了我龙族 所谓井水不犯河水 但现在既然是你们先犯了我们 我们自然也不能左宜代弊 巨龙沧桑的声音缓缓开口 血黄愣了了 我族何时侵犯过你龙族 血黄显然是有些不解 这段时间从未和龙族发生过争执 何来侵犯之说呢 哼 你也不用太在意 何时侵犯的已经不重要了 事已至此 这片海中本就一山不容二湖 今日索性就将你们清理掉吧 你们的存在早就令得我心烦了 龙皇再度开口 血黄整个阴沉了下来 杀意弥漫而开 狠狠地看着龙皇 那种目光恨不得将龙皇给撕了 你刚刚突破到斗仙 莫非你想与我一战 莫非你忘了之前的教训 正因为没忘 所以今天是来报仇的 龙皇缓缓开口 语气之中自然是没有一丝惧怕之意 血黄见状 此刻拳头一紧 显然也是有些忌惮龙皇的 报仇 就怕你没哪个本事 血黄一怒 斗仙之力轰轰压来 龙皇自然也是不甘示弱 斗仙的实力也是施展而出 双方气势顿时间 势均力敌 小子 我撑不了多久 我这里有几千血精 我想应该能帮到你 龙皇立刻传音给萧嫣 萧嫣此刻已经服下一些丹药 腹部的伤口已经止血 一堆血精 旋即出现在了萧嫣的面前 加上萧嫣手里的血精 身前足足有万数 前辈 萧嫣刚语说什么 却停止了下来 与龙皇对视了一眼 各都若有所思 萧嫣立刻便是想到 也许龙皇斗仙的实力是假的 萧嫣不再开口 而是盘坐了下来 拿出自己收集到的血精 和龙皇给的 天火便从体内狂涌而出 直接开始炼化这些血精 浓郁的仙芝元气 立刻洋溢而出 萧嫣不再犹豫 立即开口 直接大口大口地开始吞噬 萧嫣腹部的伤势 最先得以恢复 旋即是实力开始向上攀升 万数的血精被炼化 浓郁的仙芝元气 在萧嫣面前凝聚成一条元气河流 随着不断炼化 河流不断地膨胀 萧嫣也是疯狂地吸收着 他能够感受到 如果将这数万的血精完全吸收 自己的实力 应该可以突破到巅峰 但是想要一举突破斗仙 恐怕还是有些困难 数量还远远不够 轰的一声 此刻龙皇庞大的身形 与血黄轰击在了一起 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响彻之声 这样的战斗 使得所有人都退避得远远的 即便那些八星血怪 都不敢靠近丝毫 现在的战局 形成了两方 一方是八星血怪 与萧嫣战队和龙族的战斗 一方则是萧嫣 龙皇和血黄的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战斗也正逐渐被推向白热化 龙皇 既然你来找死 今日我血神便将你们龙族 从金色海洋中剔除 一如海洋中其他的海族一般 永远消失在这天地间 血黄眼眸血红 黑袍之下凶光乍现 漫天的杀意笼罩着龙皇 干枯的手掌将黑袍的帽子退去 露出黑袍之下真正的面目来 模样并不怪异 反而有一种异样的俊美 虽然皮肤是血色的 但是五官轮廓 却是清晰可见 头发却区别于其他红色的皮肤 一头的银发 血神动天眼 血黄一抹额尖 只见双目之间出现一道裂缝 然后猛地睁开而来 四周血气顿时聚集而去 然后化作一道万丈血芒 朝着龙皇射去 五龙列天爪 龙皇庞大的龙爪也是一丝 爪印宛若撕开了虚无 与血黄的万丈血芒轰击在了一起 不过龙皇的爪印 在坚持了片刻之后便是崩溃 旋即巨大的龙尾横着一扫 夹杂着强大的力量 完全不拒血芒 直接用肉体碰撞而去 龙皇身上也是青光乍现 龙尾横扫之力也是极其强势 血黄的万丈血芒和龙皇的巨大龙尾 抨击在了一起 一道道能量波荡 朝着四周冲击开来 盘坐的硝烟 身外有借空之力护体 并未被影响到 二者的战斗不断地交织在一起 海水更是翻江倒海 浪潮一波一波从未停息 而另一方随着龙族的参战 这些八星血怪显然不是对手 但因为庞大的数量 一时之间也难分胜负 而且随着战斗 还有不断的血怪不断地加入 仿佛无论杀多少 都杀不完一般 我的天哪 究竟有多少血怪呀 孝战浑身都被鲜血染透了 黄金战甲上血迹累累 他也不知疲倦地厮杀着 都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血怪了 至于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 还在和龙穷纠缠着 不过这样的纠缠 对龙穷则是有利的 因为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 都被硝烟重伤 龙穷对付起来 自然也要轻松许多 几个回合 便是再度让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 都受了伤 再加上孝战等人也参与战斗 不断地对其消耗 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 很快就垮掉了 直至龙穷黑龙长枪一挥 割断了鸣血神将和疾风神将的头颅 旋即手中便出现了 两个神将的血精 龙穷如今实力也达到了九星 所以收集一些血精 对它以后还是有用的 龙穷看着手中两枚 巴掌大小的血精 随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其收入囊中 旋即再度挥舞手中的黑龙长枪 继续厮杀这些密密麻麻 不断涌现的血管 众人手中也是分别收集到了 不等数量的血精 当然 只不过它们收集的 都是这些八星血怪的血精 自然无法和鸣血神将 疾风神将的血精相比 时间就这样 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记上方的海水早已不是金色 已经被大量血怪的血液 染成了绿色 更是弥漫着浓烈的血腥臭味 让人十分地不舒服 战斗仍在继续 即便尸骸成山 依旧还是有杀不完的血怪 不断地出现 还好之前准备了充足的补给 靠丹药不断地补充着地质元气 众人都还在战斗 这种极限的战斗 让肉体和地质元气都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杀戮会让人身上带着戾气 但也同时会让人在其中慢慢地成长 众人在战斗中 每个人都感觉到 自己八星初期的实力出现了松动 包括南尔明八星中期的实力 都开始出现了增长 如今南尔明的战斗方式 比起众人更为强悍霸道一些 手中竟也凝聚出了 与龙穷手中一模一样的黑龙长枪 显然这是龙林王给他的 南尔明在战斗中所杀的血怪数量 自然也在众人之手 头发时而黑时而红 似乎在战斗中 龙林王一直都在指导着南尔明 南尔明的搏击技巧 以及施展的斗技也越来越成熟 有这样一位远古老师 果真成长速度比我们快得多呀 孝战砸的嘴 见南尔明把这场杀戮 当成训练场一般 在训练自己的战斗技巧 都是连连则说 孝战眼中更是满满的羡慕之色 风暴 你说要不我也中伤 让萧绍也帮我重塑一下肉身 也来个老师教一教我呗 战斗之间 孝战还不忘与风暴相互打趣 风暴旋即白了 孝战一眼 你可以试试 就怕萧绍都无能为力 怕你肉身没有 老师也没有 最后连命都没了 到时候我们会为你哭的 风暴没好气地说 孝战绝了绝嘴 扬了扬手 谁要你们哭啊 不过就算死 千宁公主若是为我掉下一滴眼泪 死也值了 孝战说着 眼中桃花泛滥 一副痴情的模样 风暴见状 若不是在战斗 真的恨不得给他一巴掌 真的是太讨打了